黄朝起义以后,唐朝照沙托族首领李克用帮助镇压起义军。 李克用武艺高强,但是瞎了一只眼,人们称他为独眼龙。 因为他镇压起义有功,唐朝任命他做河东解读使,后来又封为晋王。 他占领现在山西太阳一带,成为一股强大的格局势力。 公元884年,李克用打败黄朝起义军,在返回河东途中经过朱温驻守的汴州。 朱温害怕李克用的势力强大,对自己不利,一心想消灭他。 李克用一道,朱温表面上对他非常客气,把他接进了驿馆设宴招待,但是暗地里却在驿馆四周埋下伏兵。 到了深夜,伏兵突然杀进管舍,李克用喝醉了酒,呼呼大睡。 幸好他的随从拼死相救,用鹿子把他裹起来,藏在了床底下,才没有被杀。 就在这时,突然来了一阵闪电雷雨,李克用和他的随从趁机逃出了驿馆,狼狈地回到军中。 打这儿以后,李克用就和朱温结下了深仇,两个人经常地打来打去。 朱温灭唐建梁,李克用不服,仍然用唐朝的天年号打着兴府唐朝的棋子,跟后梁对抗。 当时北方的七丹族逐渐强大起来,他的首领耶律阿宝基统一了各个部落建立政权。 他带领三十万大军攻打云州,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。 李克用绝技,利用七丹的力量,一道对付朱温。 因此李克用派人和耶律阿宝基联系,在云州东城跟他相会,并和他结为兄弟,约定当年冬天一起出兵攻打梁朝。 耶律阿宝基在李克用的军营当中留了十天,李克用送给他很多金箔,他也回去送给李克用很多马匹和其他的牲畜。 不料耶律阿宝基一回到契丹,看到梁朝的势力强大,马上背弃蒙约,倒向梁朝一边。 为了这件事,李克用气得不得了。 公元908年正月,李克用生了毒疮,眼看治不好了,他临死的时候拿出了三支箭,交给儿子李存旭。 郑重地嘱咐他说,梁朝是我的仇家,这你知道。 阎王留人公刘守光赴死,靠我的推荐担任卢龙军节度使,具有幽州。 契丹的耶律阿宝基曾经和我相约结为兄弟,他们都背弃了我前去归顺梁朝跟我作对。 这三件事,都是我遗留下来的恨事。 如今给你三支箭,你千万别忘记你父亲未了的心愿。 李存旭接过了箭,答应一定要为父报仇。 李克用一死,李存旭就继承他的爵位做了晋王。 在继位以后,下令把三支箭供奉在宗庙里,以后每次出兵作战,他就派人去拿第三支箭,放在一个锦囊里,让人背着,走在队伍的前面,等到作战归来,再访回宗庙。 他为了给父亲报仇,积极训练军队,严明纪律,规定行军不得违反命令,碰到危险,不许躲避违反军纪,立刻杀头。 将士们都很害怕,只得拼死作战。 不久,李存旭亲自率领大军,前去救援遭后梁军队围攻的陆州,也就是现在的山西长治,把后梁军队打得大败而逃,一下子歼灭帝军一万多人,缴获得军器粮食堆积如山。 朱温原来以为地盛无疑,安坐在京城里等候捷报。 当他听到败迅以后,惊得目瞪口呆,过了半场,才叹了一口气说,身子当如李亚子啊。 当他听到败迅以后,惊得目瞪口呆,过了半场,才叹了一口气说,身子当如李亚子啊。 在百乡,也就是现在的河北邢台北部,把后梁军队打得大败,这一仗后梁损失更重,被杀的将士就有两万多人。 从此后梁军队都对李存旭产生了恐惧心理,朱温不断的持败仗,后来又出动五十万大军,想和李存旭决战,结果还是被李存旭打得亏不成军。 朱温又气又火,一病不起,公元九一二年,被他的次子朱友杀死了。 接着,李存旭又出兵攻打幽州,活着了刘仁公刘守光夫子,把他们押回太原,杀掉,完成了李克又交给他的一项任务。 朱温死了以后,他的一个儿子自立为帝,第二年的二月,朱温的第三个儿子朱友珍, 他自立为帝的儿子被杀,朱温真即位做了皇帝,这就是后梁末帝,以后李存旭的主要对手就是后梁末帝和契丹的耶律阿宝基了。 公元九一六年,耶律阿宝基即位成皇帝,这就是辽太族,第二年,契丹军队进攻幽州,号称有百万之多。 李存旭正在皇河沿线跟后梁的军队作战,他派了三个大将前去,把契丹军队打得大败,解了幽州之围。 过了几年,耶律阿宝基又率领军队南下,李存旭亲自带领军队做先锋,把契丹军队打得一败涂地。 耶律阿宝基不得不败逃而回,李存旭接连获胜,也可以算是完成了李克用交给他的另一项重大任务。 李存旭跟后梁的末帝打了十来年的仗,眼看后梁快要灭亡了,就在公元九二三年的四月,在魏州,也就是河北大明的北部,即位称帝国号唐,历史上称为后唐,他就是后唐庄宗。 这年的十月,他又灭了后梁,统一了北方,把都城迁到了洛阳。 李存旭报了父亲的三个大仇,当了皇帝,治满意德,他认为天下都是靠他的武力得来的,不再考虑治理天下的事情,只顾享乐腐化。 他生平最喜爱三件事,打仗、打猎、演戏。 灭掉后梁以后,不打仗了,他就把大部分的精力用在打猎和演戏上。 唐庄宗李存旭只当了四年的皇帝,他在位期间猜忌大将杀害功臣,因此闹得重判亲离。 公元九二六年,魏州发生兵变,李克用的杨子李四元利用这个机会夺取了汴州。 李存旭的禁卫军指挥使郭从谦本来也是个灵人,曾任大将郭崇涛为叔父,后来郭崇涛遭诬陷被杀害。 郭从谦一直怀恨在心,这个时候也在京城发动叛乱,乱兵人多势众,李存旭抵挡不重,中见死了。 李存旭死了以后,李四元到洛阳即位做了皇帝,他就是后唐明宗。 李存旭死了以后,李存旭遭死了。 李存旭死了以后,李存旭再确换死了然后不过这一段时间, 李存旅居里在雨中,李存旭开始暂常地暂常地那步是腻复不重, 李存旅的旅行风中。 李宗旅旅居,李存旅旅宝。 感谢观看